你想想看 這麼辛苦 還要測 還要彎 還要穿進去 一定就有人跳出來 真的要這樣嗎 信仰要搞成這樣 還有你們復興堂的道 怎麼這麼硬啊 今天牧師的笑話很少 你來我這裡 我們的那邊都是神祝福 你的道啊 大家都蒙福啊 以神富貴平安 一路好走 我用一個比方 但是請你要全神100%的專注 不要誤會 有沒有可能你六日進公司 去幫一個全公司都欺負的一個員工 大家都討厭他 所以叫他六日去加班 然後呢 你因為神想要活出 神要你愛人的那個教導 有沒有可能你六日進公司 去幫他忙 忙到一個地步 你連聚會都沒用 但其實你在公司 遵行我天賦的旨意 好好的愛一個 坐在小子身上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聚會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生活當中 能不能夠想的 神我有沒有遵行 你的聖 天國系列的信息 也進入到尾聲 那最後的兩篇 今天呢 我們要從馬太福音的第七章 十五節一路講到這個 十三到十八節 然後題目是寬的、窄的、真的、還是假的 那我們整個天國系列 那我們整個天國系列在這過去的一年半以來呢 我們從馬太福音第五章講到第七章 那幾章進入尾聲 所以我們請同工來幫我們讀十三節到十八節 請大家認真的來看 你們要進窄門 因為引到滅亡 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著的人也少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 他們到你們這裡來 外面披著羊皮 裡面卻是殘暴的狼 憑著他們的果子 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荊棘上 豈能摘葡萄呢 吉里里 豈能摘無花果呢 這樣 凡好樹都結好果子 唯獨坏樹結坏果子 好樹不能結坏果子 坏樹不能結好果子 当耶稣來到這世上的時候 其實他一心一意就是來 向我們傳講天國的道理 馬太福音第四章 一開始 开宗密就告訴我們 那時候 耶稣就傳起到來 耶稣一開始傳道的時候 就告訴我們 天國靜了 你們應當悔改 所以當耶稣一來 就是想要告訴我們 天國的道理 所以我們過去這一年半 從天國八福開始傳講 講到清醒的人有福了 溫柔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有福了 饥渴沐沖的人有福了 這一系列 從天國八福開始 天國八福講完了 耶稣就告訴我們 你們是世上的光 和世上的炎 所以我們不只是要活出 天國的樣式 我們還要向光照在人前 不要放在斗底下 要放在燈台上 可以照亮一家的人 當講完天國 是要成為天國的光跟眼 照亮這個世界之後 耶稣就提起我們三件事情 不可殺人 不可启示 而且要愛仇敵 如同自己 所以又講到 我們怎麼樣帶出 天國的效益呢 就是我們要活出 耶稣基督裡面的身份 第五章講完 我們進到第六章的時候 耶稣就告訴我們 真正我們基督徒生命的殺手 就是扭曲我們靈命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虛假 所以第六章開始呢 就講到 耶稣從當時候 最近前的三件事情 來跟他們談 這個施捨 禁食跟禱告 告訴他們 不要畏作而作 不要做給人看 不要好像 像假冒為善的人 那樣子 做得虛假 而耶稣也提到 我們對抗虛假 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們要 進到內世 建立與神 有一個親密的 属灵的連結 所以馬太福音第六章呢 就教導我們 不要越活越講 然後完了之後 他就教我們主導文 所以 一系列的主導文的信息 告诉我們 很像 兩個大漢堡的麵包 讓我們把焦點 對準神 祂是我們的父 而且國度全品 榮耀都是祂的 那你中間禱告的 什麼呢 一切都會加給我們 所以我們 為我們的日用的飲食 為我們 免我們的在 如同我們免人的人在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不叫我們一切試探 就我們脫離雄兒 這是耶稣教導我們的禱告 那第六章的最後面呢 就告訴我們 让我們不要為生活忧虑 因為呢 忧虑呢 是 是一個 我們精神方面 心理方面 所有的疾病 很重要的主因 就是我們 吃什麼也忧虑 喝什麼也忧虑 穿什麼也忧虑 所以 圣经里面就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要活出天國的大能 我們要勝過憂慮 那前兩篇信息是我們進入到第七章 第七章的兩篇信息叫做 豬可以吃珍珠 還有原來我們的禱告 一直是錯的嗎 其實都講到我們認知裡面的一些偏物 我們以為的天國是這樣子 但是神的話教導我們 我們好像只是看到別人眼中的字 卻忘記我們眼中的梁目 所以這一系列呢 我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走到今天現在剩下最後兩篇的信息 今天我們就重新回到核心來看 到底天國的教導是寬的還是窄的 到底在信息的裡面 神天國的這個教導裡面 什麼東西是真的 什麼東西是假的 我們一開始講到神的國 我們是講到這個希臘字 就是Kimship of God 叫做神的王權 那神的國呢 也就稱為神的王權 意思就是說 凡是讓這個國王的權柄 能夠披折到的地方 那個才叫做神的國 所以當我們要談到神的國的時候 我們要回到原點來看 如果一個神的國能夠彰顯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的話 我們需要跟上帝有一個禱告 就是神啊 讓你的旨意完全在我生命當中彰顯 這也就是解釋為什麼很多基督徒信主 那麼多年但是無法發揮天國的影響力 因為我們把六日給了神的國 但是一到五還是自己做自己的王 所以神的主權沒有完整在我們生命裡面彰顯 英文提到神的國 提到天國 是講到kingdom kingdom這個字也是一樣的形容 就是一個王 他能夠讓他的能力權柄榮耀 可以披折的地方 那個才叫kingdom 所以如果神的主權能夠在你裡面彰顯 你所到之處都可以代表上帝的國度 權柄跟榮耀可以無限量的彰顯 所以路教福音第十七章這樣說 人不得說看這裡看那裡 因為神的國幫我畫起來 真正就在我們的心裡 天國要彰顯他的榮耀 不只是在教會裡 親愛的弟兄姐妹 天國也不是属於某個地方 某個環境 某個聚會 天國真正的彰顯 是一個願意順服神的載體 我們去到哪裡 都可以戴下天國的祝福 相信的大聲說Amen 所以我一開始 這一整系列的信息一開始 我是這樣子比喻的 好像耶稣來的時候 看到我們在用了一款手機 叫做Nokia 那當年我們用這個的時候 也很夯 因為Nokia手機 我們那時候很好用 而且那時候不知道 怎麼樣黑科技 就是Nokia是摔不壞的手機 大家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我們現在手機很容易壞 Nokia是你摔到地上 殼都分離了 還可以講電話的那個年代 很厲害 那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Nokia 我們那時候覺得很厲害 是因為它還有一個 好心潮的遊戲 叫做貪食蛇 所以我們可以為了這個遊戲 費寢忘食 那時候覺得 哇 這個遊戲好好玩 晚上不睡覺再玩 現在看起來很智障 對不對 覺得我們會為了一個 哇 那個蛇屁股 可以越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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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迷 可是那時候 那是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那我用這個手機來比喻 就是當耶稣來看到我們 用Nokia的時候 他就說 拜託大家 現在都出到iPhone16了好嗎 你還在用這個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當我們基督徒在滿足 我們現在信仰生活的時候 神要告訴我們 天國是什麼 天國是 You have a better life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 更豐盛的人生在等著我們 我有個好的教會 每個禮拜來聚聚會 有一群愛我的弟兄姐妹 或者信仰也不錯啊 怎麼了嗎 我告訴你 上帝看待我們這種 滿足於現狀 然後呢 不冷不熱的信仰 神就會說 爛手機 就這種概念 爛手機 因為神要我們 給我們的是 更好 更大的祝福 祂說我來了 是要叫你們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所以今天 祂就讓我們用 這個寬的窄的 真的假的 來了解這個真理 那我請 我請人來幫我示范一下 這個宏冬哥好不好 宏冬哥跟那個 好好 來幫我一個忙 我們這兩個弟兄 然後那個 看誰呢 好 徐姐 徐姐來幫我 來 徐姐 好 徐姐 來 好 你們兩個站過來一點 你們兩個演門 好不好 你們就是門 很堅固的門 那徐姐來 好 你們 因為我們 你們看 這個門呢 他們要進窄門 所以你們留一點點 好 就這樣子 好 等一下呢 徐姐就要進窄門 你們幫我注意它 怎麼進 因為你知道 來 借我 借我 你大概是不能這樣子 直聽聽的 你想 你是過不去的 好 來 你來看看 你怎麼進這個門 來 示範一下 喔 鼓勵一下 鼓勵一下 好 好 好 還不錯耶 下面都沒有這樣 好好好 再一次 再一次 你們不能故意擠它 門是不能動的 你們不是自動門 你不要擠它 還是給它一點縫 好 來 再一次 OK 鼓勵一下 好 鼓勵一下 好 你們先站著 請你們 永遠要記住 這個畫面 這個 當我們要過 一個窄門的時候 我們將大猶大百 是過不去了 所以你剛剛 有沒有記住 它是怎麼過 它是要先撤 然後還要 瞧一個地點 然後 然後有的時候 還要用力一下 對不對 然後還轉一下 腳一下 這個畫面 請福行黨 牢牢記住 好 牢牢記住 這個畫面在講什麼 這個畫面在講 如果你要戴下天國 你必須要改變 好 如果你要戴下天國 你必須要改變 你知道我們信仰的問題就是 有人信主十年八年 甚至二十年 他以為 主啊 改變我太太 改變我小孩 改變我周圍那個同事 改變我老闆 改變我主管 讓我大搖大擺地 過我的人生 這就是基督徒的問題 說不定 你們怎麼還在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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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我們常常覺得改變都要別人 但神說 這個不會是天國的道理 天國的道理是 我們的生命 一定要有一些東西 要悔改 要被光照 要有調整 我們才能真正 帶下天國的道理 Amen 所以幫我跟旁邊講一次這句話 要活出天國的文化 我們的生活方式必須要改變 那你幫我再多講一次 我忍耐你很久了 牧師都是在講你 來幫我跟他講 所以今天我們就從這段經文來看 到底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好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重點 如果是真的的話 真的 真相是什麼 真的東西 不一定是你覺得舒服的 好 寫下來第一個重點 真的東西 不一定是你覺得舒服的 同工再幫我念一次 十三十四節 你們大家專心來看就好 你們要進窄門 因為引到滅亡 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著的人也少 对 其實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 也記載了同樣的一段話 但是他更形容這個背景 因為有人問耶稣說 主啊 那得救的人是少的嗎 耶稣怎麼回答 你看 耶稣對眾人說 你們要努力 才能進這個窄門 你就想像剛剛那個畫面嗎 你要努力 才能進窄門 我告訴你們 將來有許多人 想要進去 確實不能 表示我們的信仰 有一些東西 來大家 有些東西不是 輕鬆的 不是 為了你的舒適 不是為了 你的滿足 你知道有的時候 主啊 你怎麼這個沒給我 那個沒給我 你主啊 你怎麼沒改變它 怎麼我先到環境 還是 有的時候當你在祷告久了的時候 今天這個信息 等一下我們最後一起祷告 你說主求你光照我 當我在想這個沒改變 那個改變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是我需要先改變 是我需要先 擠一下 喬一下 側一下 彎一下 因為 寬的 寬的路 寬的門 最後耶穌說 是引到滅亡的道理 寬就是表示 別人都要讓別人改 你不用改 舒服 可是真正 你改 你調整 你悔改 那才是 天國的道理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 但是 我列出 列出來 等一下給你看到 你知道 我們信主以來 為什麼無法 带下天國的影響力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我們 沒有經歷過 宰門的破碎跟改變 有很多的基督徒 大家連跟他靠近 都不想靠近 是因為 他的生命 沒有經歷過 宰門的破碎跟改變 你到今天為止 還覺得 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神的 所有都是 都是你 你 這個無法 带下天國 大有能力的影響 有幾件事情 你想想 你想想 我们有没有可能 习惯领受神的良善 但是忽略 其实我们也有一位 公义的人 你想想 你想想 有没有可能 我们喜欢神的赏赐 但是我们不爱 神的管教 我不是想说 带来什么定罪 或者是你不舒服 我只是说 其实神的真理 就是一个光芒 在光照我们 有没有可能 我们只听 类似上帝很爱我们 给我们恩典 但是我们却 很少愿意听 十字架苦难的道理 那你知道 信主越久 服侍越多的时候 很容易迷失在 大家给你的鼓励 却忘记 其实服侍 是训练我们 愿意受教 被修剪 门徒的神 最后一个 你知道很多基督徒 喜欢听诗歌 爱听那些名人的见证 多过于 当牧师讲 比较神引道的时候 他觉得他没兴趣 甚至会睡着 这 才是信仰里面 真正的问题 我们可以不遇见试探 我们可以救我们脱离凶恶 我们可以 神的祝福 不要为明天忧虑 吃什么穿什么 神都公益 这些都很好 但这不是把 一群又一群的基督徒 推向大的门 大的路 走向灭亡 如果我们的信仰 到后来只是满足你的那些 物质欲 满足你那些 不想要付代价 努力的那些 那些 生命的淬炼 好像经历过一些淬炼 成为像金子更宝贵的那样的器皿 有的时候 你甚至在帮人 谐谈跟辅导 最需要的是你自己 先要得医治 有的时候你讲这么多 带小组 带聚会到后来 你跟神的关系 才是最疏远的那个 因为讲话容易啊 付代价 尽密室 反而是难的 所以耶稣继续就在这段经文里面 跟我们多一点解释 他说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同工帮我们念好吧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义的人 才能进去 帮我画起来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义 所以他解释 宰门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帮我继续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义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你看哦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我们做了很多 你看这些人 他也行义能 他也传主的道 他也做了这些 做了那些 但是最终 到有一天先到主 他说 我不认识你们 当然我们不是说 主啊主啊的都不能进天国 你也要注意 不然我们以后祷告都不敢说 主啊主啊了 他是说 主啊主 你这些呼喊主的人 这边行义能的人 你这些服侍很多的时候 你应该要想的 不是只是做这些东西 你最应该想的 大家不要误会 服侍啊这些 也很重要 传主的道 非常重要 但是你更要想的是 遵行我天父的旨意 因为这样的人才能进去 对 我用一个比方 但是 请你要 全神100%的专注 不要误会 有没有可能 你六日 进公司 去帮一个 全公司都欺负的一个员工 大家都讨厌他 所以叫他六日去加班 然后呢 你因为神 想要活出 神要你 爱人的 那个教导 所以注意听哦 不要误会哦 有没有可能你六日 进公司去帮他忙 忙到一个地步 你连聚会都没有 但其实你在公司 遵行我天父的旨意 好好的爱一个 坐在小子身上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懂 我不是轻看聚会 聚会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生活当中 能不能够想的 是我 神我有没有遵行 你的指 我再举个例子 前几年 我有一次跟我的太太 有一个很激烈的吵架 大家知道牧师也会吵架吗 知道吗 我们也是正常人 大家哈喽 他们很激烈吵架 那你知道 先生要讲道理的时候是 尤其你的先生 如果是伶牙利嘴的牧师 我就哇 我那阵子 哇 好气哦 可是我要跟你讲真的 弟兄尤其注意听 太太永远是对的 我 刚刚你好像没有阿妹 那么大时间 我那阵子 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被 被什么蛤蜊肉 蒙到眼睛了 就是 好气哦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在外面不是玩 我每天那么累的服饰 而且你知道吗 我都在搞定那些难搞的会友 然后我们出去宣教 你知道我出去宣教 很多时候 下飞机时差都还没有调 就开始讲道 你以为我出去玩 我都累了要死掉 然后晚上结束 他们也没有放过你 他就一直抓着你 因为难得去 他就一直问你问题 一直问你问题 他说 我们也很累 好 你知不知道我这样做 都是为了这个家 然后我就 我 然后就 你知道越讲越激动 越讲越激动 好 那你很有道理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觉得 别人 有在什么辛苦 因为你都觉得 你自己是最辛苦的 所以我就一直讲 但我跟你讲 姐妹最厉害的就是 她听听听 她就在旁边哭 因为 我 当然事后想 她也 她可能也 也不知道怎么跟你变 她也很委屈 可是她哭 我就觉得 你哭什么 我才想哭 然后我就 你懂吗 我就也很激动 情绪在那个 那个头 那个点上 所以 反正 我也很糟糕了 就对了 反正 我就一直 跟她 争执 我就说 你知不知道 我多努力 就是想要 让大家 我们家 孩子 可以有好的生活 就是我就 一直在讲 我 哭 哭 哭到后来 我也持穷了 我就停下来 对 持穷 持穷 那我就说 你哭什么 那你听 那天好像一个棒子 打在我头上 我太太这样讲 我太太说 其实我跟孩子都知道 你都在为这个家努力 但是 注意 但是 你有问过我们 我们想要你做什么 全场姐妹都懂 弟兄好像 师母是哲学家吗 这种感觉 我解释给你 你知道 有很多 的时候 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觉得 我爱你 我用我的方法 我就是用这样的做 就是对了 我就这样爱这个家 你要接受 我爱你的方式 可是 师母说 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们 我们想要你什么 你以为你做这些东西 像做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希望你做这些东西 是做在我们的心上 我把我们家 就这样子赤裸裸的 讲出来的目的是 说不定有一天 我们到天上也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我们忙了一大堆 我们每一天在教会好了 可是有没有想过 那上帝要我们做什么 阿妹吗 真有可能 有些人每天在教会服事 只是为了躲避 应该要遵行天父旨意 去和好 去饶恕 去道歉 你不想面对而已 有没有可能 有些人服事很多 然后呢 教会的生活很忙碌 只是一个 你不想要在工作上面努力 然后表现 没有做光做眼的一种借口 说我很忙都在服事 你看我的工作业绩这么长 弟兄姐妹 不要误会 服事也很重要 但是 真真实实能够进去的 是因为 遵行我天父旨意 不是你忙了一大招 最后 我不认识你 天父旨意 圣经里面有很明白的记载 《铁上牛尼加前书》 就是一段 《铁上牛尼加前书》 这一段经文 非常power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大声来读一杯 请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 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请清楚告诉我们 这就是神的旨意 那神的旨意 哪三个 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然后 那如果我们 照这个说法 我们怎么遵行天父旨意 有没有可能 你最不喜乐的时候 跑向神 来到上帝面前 以神为乐 是你最该学习的宰门 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 火热的祷告 是你生命中中 要进了宰门 有没有可能 你最想抱怨 最讲不出好话的时候 你要走的宰路 是常常 凡事谢恩 是你应该要 努力进去的天国 这才是天父的旨意 这才是神向我们所定的 在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说 小族长关心我 那个小族人 为什么没有看到我的需要 我刚刚都已经分享 我妈妈的住院了 为什么我结束 小族的时候 没有人一个传简讯来安慰我 都是我 都是我 你们都要为了我 但有没有可能 我们走的宰路 进了宰门 是你要开始 关心人 怜悯人 先主动地去 祝福别人 所以我在三十周年的聚会当中 鼓励父心堂的经文 我再提出来一次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 父心堂 不要以为我们得着了 乃是我们这一生 一起起来 竭力追求 帮我把竭力追求 圈起来 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这一生 就是继续地往前走 做什么呢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奔 有很多的时候 努力还不止 你要知道你的标杆 是遵循天父的旨意 不然你努力了半天 没有得着基督 其实是白忙一场 给天美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排队排队 在大乐天去排 要买什么月饼 还是什么 就排了两个小时 排排排 快到柜台了 柜台跟你说 先生抱歉 我们这一柜是现金 你要刷卡 排隔壁的那一条 你懂我那个感觉 就是你排了两个小时 汗都流了 也白排 不只是努力 你还要知道 你的标杆是什么 标杆就是 遵行我天父的旨意 不一定让你舒服 不一定让你觉得很好 但是 你自己会知道 你有你该背的十字架 你有你该调整的 所以为什么耶稣来 传讲天国的时候 被光照悔改 才是天国代下的反应 求主帮助复兴堂 为了每一个在这里的 弟兄姐妹祷告 不管你信主三个月 或三年 或三十年 为你们祷告 让复兴堂成为一个 代下天国影响力的教会 不是从改变别人开始 指责别人开始 从我们先悔改开始 先愿意 认认真跟神说 神我愿意 求你光照我 我有没有什么 信主到现在 我就觉得 好像都是别人 都是别人改 都是别人为了我的那些 那些 不合理的思想 甚至于我有没有什么 好像一直有的那种凉目 看不见 求你光照 让我静在门 走载路 专心的跟随你 愿意的拍手 把荣耀鬼给抓吧 第一个 如果是真的 那那个不一定是为了你的舒适而存在 真的是那些愿意降服于主 改变生命 我们才会带下天国的光 天国的盐 影响这个周围的人 第二 那如果是假的的话 写下来 假的话 就需要求主给你智慧 来去分辨 什么是假的 假的话 就要求主给你智慧 要怎么去分辨 什么是假的 十五十六节 再帮我念一次 来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 岂能摘葡萄呢 吉里里 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边很清楚地讲 就是说 如果真的 的东西 越有价值 那你就会出现很多假的 想要仿冒汤 所以在耶稣那个年代 就很多了 那更不用说 到我们这一代 尤其是我们每一天 接触到很多很多 虚假的东西 这两三个月 不知道怎么了 我的脸书跟这个 这个IG的帐号 一大堆这些 冒牌的在冒用 那他以假乱真 全部都解你的网站的图 全部都用 他连我分享经文 他也考过去 他还会跟我们的会友聊天 然后呢 礼拜天 还有会有说 牧师我这个礼拜 跟你聊得好开心 我说没有 没有空聊天 大家 哈喽 来 大家我们现在公开讲 没有聊天这个事情 那更惨的 有些人到别的牧者账号 还会跟你要奉献的 都有 没有这种事情 大家 你要聊天 我们就来教会聊 好不好 来大家 所以你知道 他就用 很多都是用这些卡 所以你不得不 每个礼拜要换发型 你才知道 什么是最新的照片 这很烦就对了 每个礼拜都是 真的 又一个掌声号 又一个假掌声号 他就是很多 你知道越真的东西 就有很多假的 然后现在不是AI 又越来越进步 AI还很多 做得很像 你看 大家 如果你是会友 你就会明白 我跟他没有那么好 对吗 偶尔请他来讲到可以 我们不会抱成这样子的 可是你知道 AI就是这样 什么东西都有 好了好了 不要一直放 不要一直 不要停在这一页 不舒服 你知道很多东西 什么都可以假 什么东西 他都可以仿冒 什么东西都可以 你看 刚刚 刚我们的弟兄示范 耶稣要我们走 走载路 进载门 你想想看 这么辛苦 还要撤 还要弯 还要穿进去 一定就有人跳出来 就说 真的要这样吗 不用吧 信仰要搞成这样 来 旭姐 这边也可以去 那边很宽 你们复兴堂的道 怎么这么硬 今天牧师的笑话很少 你来我这里 我不会讲这种 那么什么 我们的那边都是神祝福 你的道 大家都蒙福 以神富贵平安 一路好走 你说 你只要讲这种道 他一定会有一些人 告诉你说 慢啊 宽啊 所以圣经才说 你要防备假先知 因为他们到你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呢 是残暴的 在耶稣那个世代 就是这样子 就是很多人牧羊牧羊 其实最怕的就是那种 残暴的狼 防备这两个字 你帮我写下来 希腊的原文 其实就是叫做 把持住你的内心 来 你写下来 把持住你的心 把持 防备 希腊的原文是把持住 有 为什么把持 有很多的教导 我告诉你 你听一次 你知道这是假的 听两次 你听五次 你心就开始动了 对不对 上帝祝福你 开跑车 出洋房 来啦 真的不需要讲这种 我们可以讲很多神的恩典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是没错 我相信神的良善 我也相信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但是你一个传道人 你也要讲十字架 你也要讲苦难 你也要知道 经过这些苦难 你才可以淬炼出 比金金更宝贵的器皿 不是吗 也只有患难 可以生出忍耐 只有忍耐 可以生出老恋 只有老恋 才能生出 大有盼望的基督徒 所以 把持住你的心 就是 你听这种东西 听久了 你会被这些密吸引 然后你就 也很好 然后那个仇敌就 就把你 残暴的狼 那残暴这两个字 原来的意思 就是有贪婪跟掠夺的意思 所以狼 不是来帮你养羊的 好不好 狼是悄悄的 一只一只 那种软弱的羊 就把他叼走 所以 请你不要离开 小组 你如果没有参加小组 牧师一定 打从心里 真的鼓励你 加入小组 因为烙丹的羊 很容易被囤子 这些掠夺的狼 他想要什么呢 假先知 其实就是想要 从我们生命当中 得好处 来控制我们 而且他会 无所不用其极的 告诉你说 不用付代价 轻松 神的果 就是这样子 就会得到祝福 就这种道 你一定要把持得住 我给你几个 假先知的特性 我们刚刚读圣经 他也会赶鬼 记不记得 他也会形异能 但是他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 他不真实 他所讲的 跟他生活 是不一致的 第二个 不一致 第三个 他呢 他的很多的东西 你如果仔细去看 是不符合圣经 这是假先知的 三个重要的特性 不真实 不一致 不符合 他嘴巴这样讲 你去看他的生活 跟圣经的交通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讲出来的 跟他活出来的 是不一致 所以 只有从 十六节说 只有从果子 才可以认出他们 表示说 你不要只是看他讲道 不要只是听他 在外面这些表情 你要从果子 才会认出数来 前一阵子 在网络上 有一个很红的 整形的 医院的广告 是这个家庭 你看那个父母 长得又帅又美 可是你要看果子 才知道看他三个小孩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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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如果 如果说你天生 就这样子美 你生出来也会美啊 不然你看看我女儿 对不对 就跟父母会长 一模一样 对吧 那很多时候 就是果子跟树 就是不合 这才是我们信仰的问题 圣经里面用荆棘 吉礼来代表 荆棘吉礼是什么呢 荆棘吉礼其实就是那种 连园丁都要除掉的那种 最低等的植物 你知道信仰 如果走上那种宽广的道路 不能被修剪 要走那种大门的那种 通往灭亡的道路的那种基督徒 就是那种 大家也不会想要跟你靠近 最劣等的植物 甚至多靠近你 还会被刺到 就是这种基督徒 不愿意进窄门 不愿意走窄路 生命没办法被修剪 就是荆棘跟吉礼 教会里面 太多的这些洋局 就是希望来关心我 来祝福我 但是你知道 真正要带下天国 大有能力的影响力 是需要愿意被改变 塑造的一群门徒 好小声喔 只有两个人 三个人 我给你几件事情 今天 这个信息有点硬 所以 但是我很想要跟大家交通 因为这就是神话语里面在提醒 有四件事情是我们 一定要谨慎防备假先知 来偷窃杀害毁坏 我们的属灵生命 甚至残暴的 把羊叼走的 几个重要的交通 第一个 你要好好地读神的话 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因为只有你越了解圣经 你才分辨出来真的假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年一开始 就会推动读经乐 四个月 把圣经读完一遍 鼓励你 现在到年底了 要报名新的遗迹 鼓励你 为什么 因为有些旧读信 主不知道多少年了 圣经都没读过一遍 然后我们一起翻开 这个 以佛所书 旧约还行约 那你 你圣经的真理不扎根 你很容易被叼走 这些异端邪说 太可恶了 如果我们没有 稳定的灵修生活 大量的读神的话语 其实他断章取义 你是分不出来的 异端有几个特性 你可以把它吵起来 异端通常 他都会自称是正统的教会 你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 他一定会说他是基督徒 那你问他什么教会 他会直直无 他说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 他会成为自己的弟兄姐妹 第二个 他异端的特性就是 他会以他的创办人言论 为最高的指示 你一听这里 你就要觉得 很怪了 因为我们最终最高的指示 只有唯独圣经而已 只有唯独圣经的话 可是他们高举的是创办人 所以他们会迷恋他们的那些教主 把他高得很 抬得很高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记得 如果人家问你 你是哪个教会的时候 你就说我们是复兴堂 对不对 有的人你会听到 你是复兴堂 我好喜欢你们的子居牧师 他好帅 好 来 今天我们统一 你一定要记得 你要告诉他说 丑死了 我跟你讲 他那个新的发型 很像羊驼 你懂吗 一端很容易迷恋牧者 然后就把他抬很高 你要说丑死了 因为你知道 你当你把一个人 抬到很高的时候 你会 你会觉得他讲的都对 我要告诉你 我也不一定对 有一天当我错的时候 我也需要有人纠正我 阿们吧 阿们吧 如果我们把一个人 或他的著作抬得很高 有一天他会超过圣经 一端 很容易告诉你说 他除了圣经以外 他有他更新的解释 这个很危险 因为神所有的启示 都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 再来 他喜欢引用圣经 但他都断章取义 他不会讲前欧文 他就是东讲一个 西讲一个 你看这个 你如果不懂 不好好扎根的 你就很容易 我昨天才 我昨天也讲这个道 讲完 还有个姐妹说 她就前几天在捷运站门口 遇到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韩国人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可以跟你传福音 他说我是基督徒 你听 他说基督徒 更好 我们跟你分享 神的话 拜托 你 我们如果是复兴堂 我告诉你 你说 你也基督徒 我们理都不理你 因为我们对你没兴趣 我们只是要完成 神对我们的大使命 就是要得着灵魂 阿妹吧 你去拉别的教会的干嘛 没意思 无哉 就自己得灵魂 你也是基督徒 那我们一起来读 阿妹 回家 你已经可以上天堂 你回去 可是我告诉你 异端是很积极的 基督徒 我们一起来讨论 讨论 有没有网路上那些假账号 就讨论 他还会在你的那个 常常他会在我的那个 下面跟基督徒在留言 他刚开始就会用钓鱼的 他就跟你阿妹 感谢主 那有些弟兄姐妹 就想说 那我也跟他回一下好了 反正都基督徒 感谢主 不要跟他感谢主 你那么想分享神的话 那你来当小组长 我跟你讲 你来当小组长 你在网路上 不要跟那些陌生人 那么分享一来一来 很容易被带偏的 然后他们最喜欢 讲一些 末世又怎么了 我们知道 末世什么时候来 他们最想用这种东西 来吊你的好奇心 圣经亲戚 主主讲的 说什么呢 说那个日子来 没有人知道 像贼来到一样 所以只要有人说知道 那个YouTube 关掉就好 他说 2028年8月 关掉 没有人知道 不要用这种东西 来吸引我们的好奇心 因为狼就是想要掠夺 吃那些不懂的人 所以你知道 有很多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扎根神的话 我们很容易 不清不楚地 被带着走 第一个 好好的读神的话 帮我跟旁边 语重心囊说 好好的读神的话 来跟旁边说 第二个 请你要也跟你的牧者 有一个美好的连结 因为有问题 你是有人可以问的 而且不要随便乱找一些小组员 乱问 问牧者 这个特会可以参加吗 这个网路的信息可以听吗 问 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 台湾 你如果每天要参加特会 你是参加不晚的 台湾是特会王国 很多特会的 什么 天国大解密 有没有 神的大能的这些更新 反正什么特会 那些牧者 我们连看都没看过 所以你一定要问 那如果我们大家都不了解的 不要去啊 你这么有空 一起做幸福小组 你这边东参加西厅一个 东厅一个 你很容易会 花掉的 因为当他的真理不清楚 他断章取义的时候 他是会 跟别的教导 是会 你如果 不清不楚 你会 你会很 很花的 很乱 就是说 你会觉得 他在讲这个 那跟什么 有这种东西 都是会让你 很乱 跟牧者 好好的寻求意见 第三个 你一定要清楚地 查验 他的果子 所有的信仰 看果子 才知道数 哪两个查验 第一 他是要符合圣经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的私底下的生活 有没有符合圣经 如果他传讲是一套 他私底下过的是另外一套生活 你一定要发现 这个问题 第二个 他有没有高举圣经的权柄 那有些人越讲越怪 就是你就会听出来 他都在高抬他自己 一个没有高举圣经的 你不用听下去 全部都在讲 神怎么祝福他 给他这个祝福 又东一个祝福 西一个祝福 全部都用堆 见证来堆砌的那种 不用听下去 因为他在高举的是 他自己的经验 不是上帝的话语 用两件果子来查验 第一个 查验他的生活 第二个 查验他所教导 有没有高举圣经 最后 弟兄姐妹 千万要把所有东西 都要提高警觉 因为狼就在我们身边 像伏在旁边的狮子 等着要吞吃 神的百姓 神的羊群 所以随时提高警觉 你的信仰 要有一个 要一个探照灯一样 你知道天国来 就是带来悔改 你的信仰要有一个探照灯 常常反省说 主啊 我现在还有走在载路吗 意思就是说 主啊 我还有东西要调整吗 记得我们刚刚那个示范 我还有要瞧的吗 还有要软下来 还有要服下来的吗 神我有没有什么 还要调整 一旦你好一阵子 就觉得 怎么了 过得很好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那个闹钟一定要响起来 常常的 有一个反省的警醒 因为让上帝的话 天天的光照你 一旦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不断愿意被神改变 我们才可以带下 天国的大能跟影响力 相信了派手把荣耀 归给他 好不好 金拜团可以上来 当代最有名的神学家 叫John Piper John Piper牧师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 面对这些假先知假教师 他说 防备假教师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自己参与一间 和神心意的教会 健康又传讲神话语的教会 并且 并且 这个很重要 并且 不是只是教会可以救你 并且 自己要养成 每一天灵修祷告的习惯 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你才能够 防备 记不记得 就是把持得住你的心 不被这些教导 吞吃了那个 像狼一样 吞吃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来念一遍好不好 好 防备假教师最好的方法是 就是让自己 参与一间和神心意 健康传讲神话语的教会 并且 每天灵修祷告 自己与神建立好的关系 让上帝的话 因为天国如果临近你 你一定会悔改 阿妹吗 让上帝的话 天天的光照 不是别人敢 是我 主啊 我可能信仰 一路以来都 听了太多那些祝福 恩宠 恩典 神 你来光照 让我不再只是 先求自己的满足 喜好跟舒适 让我来求你的国 让我在这个信仰里面 一天 心事一天 让我在这个信仰里面 仿佛对镜子 观照 每一次呢 照镜子 每一次越来越像 耶稣基督 主啊 让我在这个信仰里面 走窄路 进窄门 虽然不舒适 但我知道 我的生命里面 正在走对的道理 昨天 我真的非常惊讶 今天我也是要讲 我非常惊讶是 像这样的道 我在准备的时候 非常难讲 很硬 而且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娱乐性 就是它就是 真的就是 防备假限制的道 大家你看 我们这一年半来 做对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间 能够刚强走窄路进窄门 的门徒的教会 我们也扮明人讲座 我们也讲很多 生命见证的故事 但是我们也知道 那个就是为了 要完成主的大使命 一起邀请朋友来 得着灵魂 但是除了这些福音步道 主人以外 我们不能够 只是讲生硬的 我们就耳朵发沉 眼睛很重 我们反而是 主啊 这些道 虽然我 我没有那么明白 但是 你再一次来更新我 我降服自己多一点 我软一点 因为我想要进窄门 让这些道 不断来更新我 我还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 福音堂 真的让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结出 好果子的生命 只有这样子 才能看出 我们是可以 承载天国的载体 因为好树 才能结出好果子 坏树 是不能结好果子 我要祝福父亲 所有的用姐妹 不管你认识主 三年五年 多少 让我们 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 在选择的时候 主啊 让我选择你的国 你的义 让我选择 遵行我天父的旨意 好叫我们信仰 不论风吹雨打雨淋 撞着这个房子 我们也用不动 我们的根基 立在耶稣基督 还有他话语的盘石上 相信了拍手吧 荣耀归给主 好不好 来邀请你从会上再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 来敬拜他 一边唱的时候 我提醒你啊 你一边唱 你自己也向上帝祷告 我说主啊 求你来改变更新我 让我把我的眼目 从我自己 我想要 我得祝福 改变我周围的人 这种眼光 让我转向你 让你得荣耀 让我的生命对着你 我们从头来唱 你创造了我的生命 为我重罪并虚假 你的牺牲完全就属我 是我生命美丽 听见你呼双的声音 愿成为你的器皿 来唱出来 我愿相符 用我全人全心 拆见我 我在这里 世上浮涌 经营城堡 和这世界 做提供的美好 我远方向去为要跟随你 回应你荣耀 呼双 直到那日 天地飞去 我的生命 无息将药定心 跟随我周围的人 在荣耀 唤醒我献上自己 只为你荣耀 呼双 再一次 向所有 经营城堡 和这世界 和这世界 做提供的美好 我远方向去为要跟随你 回应你荣耀 呼双 呼双 知道那日 天地飞去 我的生命 无息将药定心 主啊 求你听见我们福西堂 对你的呼求 和人荣耀 欢喜 我献上自己 只为你荣耀 高举双手好不好 我们开身来祷告 每个人都开身来祷告 不要有人闭口 我们每个人都跟主说主啊 更新我的生命 让我走在你的载路 进载门 让我愿意为你活 主啊 帮助我 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主啊 主啊 让我更努力一点 让我更努力一点 不要放过自己 主啊 主啊 不要容许我 继续活在这样子的生活光景里 舒适 不是我们的选择 生命被你改变 它能带向天国的影响力 主啊 你一定要救我们 一定要救我们 救福西堂 让我们爱着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 救福西堂 成为一个建造本主的教会 把我们使上所有 经营承包 和这世界 所提供的美好 我愿放下 只为要跟随你 为一名荣耀 舞蹈 尽头大雨 唱出来 天地飞去 我的生命 呼吸将要停息 跟随我住 尽头大雨 和这荣耀 和这荣耀 唤醒 我献上自己 只为 再一次 知道那日 知道那日 天地飞去 我的生命 不惜将要听起 跟随我主 何的荣耀欢喜 我只想自己 只为你我 跟随我主 何的荣耀欢喜 我先想自己 只为你过一遍 我愿 这一生 更想你 求与我同行 哦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 天美的灵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来唱出来 我愿 这一生 更想你 更想你 就与我同行 哦主 赐给我 赐给我 天美的灵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今天就会结束前呢 我要邀请所有弟兄姐妹 我们特别为台东的 一个部落来祷告 这个礼拜有一个 非常薪水的新闻 就是他们 一群人吃了一个小米 剧毒的小米粥 那其实这个部落是我们 过去有关心过 那他周围的牧者告诉我们说 其实那个 造成 大家族有三个人死亡 很多人重伤的 其实有 里面有一些是他们 那个部落的教会的长老 跟知识 好不好我们为台东的部落 来祷告 我们求主 十恩怜悯 特别安慰那些 失去家人的亲人 亲戚 医主 我们也祷告主 那些正在医院里面 治疗的这些重症的 奉主的名 让那些毒物 都可以很快地排出去 我们好不好 我们一分钟开口 为台东的部落来祷告 天父啊 我们来仰望你 求你神典 特别我们为了 长老教会的这一些 弟兄姐妹主啊 求奉你的名 求你亲自的安慰那些 失去家人的亲人 超自然的介入在医院里面 正在急救也好 正在 主啊 有一些毒物要排出来 奉主的名 你介入在他们的身子里 你亲自的来医治他们 祝啊 这些部落的弟兄姐妹 求主圣典 祝啊 新起 新起 下一代 刚强教会 刚强那边呢 特别是长老教会 求主圣典在长老教会 谢谢主 祝啊 这些弟兄姐妹 跟我们一样 祝啊 求你 怜悯恩待 一个家 一个家 都被你兼选 谢谢主 谢谢主 看美丽 从主来帮助 天父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向祢来祷告 主啊 求祢 求祢使恩典在复兴堂 让复兴堂成为一间 忠心传讲祢话语的教会 主啊 好叫我们这里 不是只是寻求人数 让我们 让我们来建立 可以产生愿意走 走载路 静载门的门徒教会 主啊 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还有圣灵满满的感动 今天透过神的话语 插根在我们里面 好叫我们一生能够跟随祢 并且单单的专注祢的国 祢的义 谢谢天父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还长把荣耀归给祂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再唱一次 祢到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灵 冷和苦铭心意 一生的罪与 我们祷告主 用上帝的话来 坚固我们的生命 也让我们优先想 我们要来遵循 天父来的旨意 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完整 不是为了我的舒适 而是为了上帝 可以让我们成为祂 天国的载体 带下更大的影响力 为祂做光作业 愿意的牌场把荣耀归给祂